近日,在吉林省延边州委宣传部,延吉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,延边州京剧协会与延吉市春光小学联合举办的京运春光芳华永驻,纪念梅宝九先生适时一周年京剧展演活动在春光小学拉开了帷幕。 2010年,春光小学正式启动京剧进校园活动,自编教材将京剧教学纳入该校的校本课程,在音乐美术等课程中添加京剧元素,不定期邀请京剧表演艺术家为学生们授课。 梅宝九先生生前曾为该校提词,京剧教育,春光基地。 现在春光小学的全体师生达到了百分之百都来学习京剧文化教育,同时我们不但会演唱一些个春光小学的经典曲目,而且形成春光小学的保留的曲目。 在当天的活动中,延边京剧协会的众多资深票友为同学们带来了各自的拿手剧目,而这些耳熟能详的唱段也在现场的孩子中取得了极好的共鸣。 最后一个节目,春光小学京剧社的同学们表演的探古,不仅把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,也充分展示了春光小学的教学成果。 这则戏孩子们虽然学的时间不长,但能完成的中规中矩,也是基于他们平时扎实的基本功。 今天孩子的演出非常精彩,作为老师的我呢,就是没有想到。 我之所以喜欢京剧,是因为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看到那些练京剧的大哥哥大姐们的服,他们身上的服装非常的漂亮,然后唱得也非常的好。 从此我就开始喜欢上了京剧。 那么专门,对我们家会有名的ücks spending。 但是他们里面的感觉还可以与一下你个人,侧到一年级的时候就在这一月。